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療法与你,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療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医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近期在媒体上经常听到有很多年幼 三四岁的小孩 可能出现了一些病症、感冒、发烧等 但引伸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可能出现了一些肺炎,甚至吐血等 要进去ICU病房 另外,有些做幼儿园的朋友 发现到现在每间幼儿园 每一天平均上,一定会有些学生小朋友 是因为有伤风,发烧等不回学 比起以前来说,好像现在 资源上这么丰富 父母也幽生学,也不会生很多小朋友 但相对来说,他们更多病痛、体药 余医生,你超过了半世纪的临床 有什么方法可以教听众 让新一代新手的父母 遇到小朋友有些问题 可以及早如何帮助他们 或者如何培养那些小朋友 不要太体药多病 有什么方法可以教他们 我记得,我和大小朋友去游乐场玩 我记得当时是在山顶保云道 在上面开车 中间有些公园,又有地方泊车 有时候,我早上不用上班 我会带个儿子去搭公园 去泊车,让新的儿子去玩 放电 我记得有一次在公园里 听到有一个妈妈 她的儿子很肥肥 她的妈妈说 你要快跑步 医生说到你了 不要这么懒了 她的儿子在跑步 好像很辛苦 妈妈就在那儿一直在那儿 说她不够运动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当年轻的家长和小朋友在一起 通常他们的话题是 哪个医生好 哪个医生好 每个人都是讨论自己家里的小朋友 多病 我们过去,偶然有些小朋友来看病 原因是她发现她的小朋友是整天都病 很烦恼的 整天都病,整天都病 整天都有问题 找我们去处理 当然,我42年的临床经验 我当然遇过很多不同形式的问题 通常我们要看看病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家长带一个小朋友来看 顺便好像今天这样 她会顺点问另一个小朋友 她通常问我用不需要带一个小朋友来看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医生 看病人就不见过病人 没有病人,其实很多时候 有很多误会的讯息 我最近发生了一个案子 那个病人一直以来 我没有见过她 是她的女儿代她来看 她的母亲来看 她的母亲基本上是两年多前中风 然后跌一跌,说她的关节断了 我一直在床上不能动 痛到不能动 一直以来,都是靠女儿代她来回诊 但我床内未有机会见到她母亲的真正病人 她只是给我看一幅照片 她的母亲在床上没有什么说 没有什么看,没有什么说 听她的质述 她经常说痛,未好得回 她断了骨后 照X光说骨已经分开了 她这么大年纪是不能复合的 她不要跟我说 她不能复合的 她只能复合的方法 尽量配疗剂 譬如肥胎、肌骨、肌骨等 断骨常用的疗剂 但一直以来,她仍然很痛 不肯动 直到前一星期 她的母亲第一次出炎 她的前年没有跟 但她到时带她来买营养素 买营养素 她的母亲也有继续用 虽然她没有再带她的母亲来看 所以突然间她的工人、姐姐、推车 她的母亲来 我有机会见到她的母亲 她的母亲是可以的 说话清清醒醒 但要坐在轮椅 右边有点不动得太好 但她的肥肤问题 她的肥肤问题 看中医 好了之后又不好了 她见到她的母亲 说中医可以动得了 语远地推她来诊所 我发现她所告诉我 我有机会帮她母亲做直直检查 我会帮她检查她的宽关节 帮她按摩她 按摩她 感觉一下骨头有什么情况 还帮她做基本的检查 动、转动、拉斜 我发现她的骨头根本没有事 不应该有事 她说她的痛 其实她的痛不是关节那里痛 而你触碰她 拉斜她的筋也会痛 所以她的女儿跟我说 不触碰她很痛 她经常给我的感觉 以为她的骨头还没有好 其实基本上她可以动 可以转动 有些基本的检查手法 全部应该是她的骨头是没有事 那为什么医生说她是不会好 不会好复合呢 她说你能够吃同学疗法 所以我经常在估计她 我经常在估计她 看照片 拍得到的视频 她的妈妈当时也不太说话 我经常都不知道真相 根本不是她的女儿形容 所以有时候病人都说 要不要带来看 你真是很吃亏 医生在远程给你估计她 我最近也有一个病人的案子 她是在加拿大的 我最初看她一个小孩 有点发育迟钝 也不是自闭 感觉上不是很自闭 没办法 因为她在加拿大 在香港 她在网台听了认识我们 她经常听很多节目 她就帮她在网上看 看了一段几个月 她的小孩一路一路改善 最后她提出有另一个小孩 她的小孩的问题是 她有一个很严重的病 她的病是口皮症 口皮症是Scaraderma 是一个自身免疫的病 是一个遗传的病 她说很严重 她说很严重 很少这些病 她想叫我去看她 她说好 安排时间 在时髮上看也好 结果 突然她来到香港 她带了小孩的照片 照片看 我有机会真真正正的 看真了解 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口皮症 只不过皮肤比较干燥 加上她住在加拿大 也知道了 我们也在加拿大回来 冰冷 有很多暖气 所以她的皮肤比较干燥 不过严重到自身免疫的口皮症 这个分别就是这样 有时没有办法 环境关系 基本上没有看到病 靠家人这样说 有时看视频 不太亲 不太清 看不到要摸 看问问切 你要切 你要摸 你才知道 如果我不摸病人的关节 根本我也不会知道 是否正如她说得这么差 如果不是摸病人的皮肤 根本也不知道是不是口皮症 所以看病的事情 尽量帮忙 不要弄得这么困难 看病已经疑难习症 已经很难搞 而且病人也看不到 有时也挺辛苦 其实很多情况 我们也遇到病人 其中她很多时候 她会跟我说 我儿子常常都伤风感冒 她说常常都伤风感冒 那是什么症状 她说的症状是流鼻涕 流鼻涕 流鼻涕 有没有其他症状 她说主要是这样 只看这个症状 首先 伤风感冒 不会常常不断的 通常病那一次 起码都有几个月的免疫 不可能每个月有病一次 满毛一次是不可能的 原来我听过的症状 其实这些很大机会是上呼吸敏感 鼻敏感 打车流鼻涕 间中有些喉咙感冒痕痕 有些痛 其实都是属于上呼吸敏感的 不是什么伤风 更加不是什么感冒 所以很多时候 当一个病人来到 我也要很了解她 她到底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通常要看病人的本身体质 在同学疗法上 我们经常叫做体质治疗 因为这不是一个表面的病 当然要她离开时 她真的有感冒 我们当然首先处理感冒 她真的有肚瘦 肚瘦肚痛 肚脏也很辛苦 当然要处理急性的病 但接着要告诉她 她是经常有病的 病都很密 假来假去都是搞不好 当然也是这样 我们首先要了解病人的属于哪些类型的体质 同学疗法有个叫做体质疗剂 就是整套配合一个疗剂 符合整个人 但很多时候遇到这些情况 我们要考虑很多事情 其中一个就是怀孕的时候 怀孕的时候她妈妈的健康状况 当时她妈妈怀孕的时候 有没有某种问题 令到她妈妈接受某种药 这也是一个考虑因素 因为这个弱点可能是跟她妈妈怀孕的时候 是大陆 我们通常会用她妈妈当时需要的疗剂 考虑给这个小孩 第一 第二件事 我们也要看看遗传 上代有什么遗传的弱点 例如有没有肺炉 有没有很多癌症 有没有梅毒 临病之类 我们也要考虑 例如有些临病之后 很多生命会出现一种过度活跃的小孩 这跟临病有关系 所以我们通常也要问一下 有血统关系的父母和上代祖父 要她能够说出有什么问题 例如有肺炉 我们也会想到要解遗传的阴影 有些疗剂是对付这些遗传的阴影 还有一个情况 我们也要了解 她的小孩从出生到原来 曾经患过什么病 问题是否一出生就是看药 或者平时都好地地 经过某一次的病患 以后体制就一跌不起 我们所谓的病历 整个过程是哪一个时间 发生了什么事 有什么结 能量结 病结出现了 我们就用疗剂把它解掉 这个我们也要考虑 还有疫苗的打针 因为打针真的有很多问题 我们也和过去也不断分享过 这方面的资料 可惜中文资料不多 只有周肇豪有本书 把我们的资料整合了 但这本书已经断了版 叫做免疫症危害健康 所以我觉得尽量不需要打 有什么事 好治就可以了 所以病历 把心的过程是历史 还好 接着我们看病人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有没有肠胃的健康 这会影响吸收营养 还有很多肠胃的不适 可能有机会是食物不受 食物敏感 还有上呼吸道的问题 很多时候可能是鼻敏感 有时候知道的问题在这个层次 我们会在对症下药 比如肠胃的问题 可能有些食物是真的敏感 我们也会做敏感的测试 有机会做一做 但有时候详细去询问之下 家人也有机会说得出来 尤其是小孩特别喜欢吃某种食物 比如皮肤的问题 整天都搞不定 有机会是鸡蛋的敏感 呼吸系统的问题 可能肥敏感多 上呼吸也有很多痰 很可能是跟牛乳类的食物有关 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到 他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有没有机会是因为有些食物引化他 所以这是我们经常处理到 这些小孩的时候是用到的方法 好了 接着我会考虑不同的同学疗法疗剂 你刚才说的 现在有很多小孩 很小孩的小孩 突然之间病情变得很快很差 三分仔这个情况是经常会有的 但是幸好在同学疗法 有一个疗剂 差不多可以说是很适合这种状况的疗剂 这个疗剂的名字叫做伦 伦型的审问剂也是这样的 平时瘦瘦、很活活、很精灵 但是很敏感 很怕行雷闲电、怕黑 但人们很开朗、很开心 但伦型的审问剂很容易 有普通的小问题突然之间恶化得很厉害 比如肺炎或者突然之间有吐血 这个是伦型的审问剂体质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资料 我们会考虑配用伦型的疗剂 除了这个之后 还有一个疗剂是植 是silica silica是典型的瘟瘦瘦瘦 不长肉、手脚多汗酸酸的小孩 吃东西是营养不吸收的 如果我们遇到这个小孩的体质是属于植 我会考虑用这个疗剂 其他的常用到是Calforce Calforce是轮化钙 轮化钙 很多时候用纤维炎都可以 很多什么骨骋成长的过程里 轮化钙是很有用的 有些人觉得骨质不好 有年纪大的人也好 骨质松疏 吃很多钙片 现在有很多方家用钙片的方法 但是现在有很多资料 其实这些钙片 基本上是害处多于好处 因为它吸收不到 可能它会沉积在骨头以外的器官的地方 有其他做了很多其他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用纤维炎的淋化钙 或者用同类疗法的效果又不同了 除了这个我们常用 还有一个就是Jubeculinum Jubeculinum Jubeculinum 通常审痕者比较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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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通常我们会在病历里面 有血统关系上代的人也曾经有肺炎 我会考虑用这个尿剂 譬如有些生物仔经常发烧 我试过以前处理过的小朋友 发烧发烧很高烧的 结果我用Brasalinum Tubiclinum 给它吃了 吃了之后它会立即退 以后也会很少做发烧 所以我们也是考虑很多这方面 另外一种就是Lycopodium Lycopodium是石虫 石虫是一个大疗剂 石虫的生物仔比较瘦瘦瘦瘦 下的身比较胃胃 尤其是肚子经常炫脏 吃什么不能饿 因为是血糖低常用 饿了不舒服 要急急吃东西 但又不能饿得多 吃多两口就快很飽 这是石虫型的症状 另外就是阿孙蓝 阿孙蓝的生物仔比较有趣 性格比较僵硬 好打不平的性格 Crosicum 我也有时候用在室文仔 说话的时候可能有些口窒窒 也有其他的症状方面 我们想到这个疗剂 还有一个疗剂叫Sorinum Sorinum在同样的疗化上 常用在一些生物习惯、饮食习惯 不良是慢慢狡猾的体质 而且通常用很多疗剂试过 好过一会儿又不好 经常是复化 最后我们就用一些所谓遗传性 Sorinum经常用在对付上代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肥肤问题 注意不要搞出下一代的体质衰弱 有时我们就用Sorinum 这些在同类疗法的疗剂方面 我们有几种好的疗剂可以选择 另外我们在美式的自然疗法里面 我们当时学了一个体质水疗 我们过去过去试过用在很多小朋友身上 我们以前很多小朋友因为有病来看病 发现他的体质是弱的 很多时候我趁他暑假期间 安排他做一轮20次、10次、20次的体质水疗 发现他做了之后他的体质从此改善了 以后就很少病 很多时候我们下次见他的时候 都是他的父母说 他的儿子已经大了 在美国读书 毕业了 其实我小时候见到他 以后就很少病了 所以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们 所以在我们的自然疗法里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工具 但前提是大家病人要配合 很多时候病人不是说我们医不到 因为医不医到 除了我们医生有这样的专业知识 知道如何对症效应 但病人也要配合一些才有机会 还有很多问题有时候是不能快的 但始终我们觉得疗法肯定是不会伤害 肯定是会有帮助 但有时候也要病人配合 给多些时间 给多些耐性 因为很多时候身体被搞坏了 慢慢执行 而且有些病是不能快的 你也要慢慢去观察 配一些好的疗剂去做 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当然记住 我经常说好不好有四个条件 病人的态度 家里有没有人反对 医生的能力 最后是病人配合 有了这四个条件 我们很有信心 大部份问题都可以医好或改善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在我工作多年的时候 其实也看见很多小朋友病人 初初来读的时候 有很多印象要记得 有很多病人 没有想到是这样的情况 刚才透过袁医生 他们观察了跟他们的家属 或者是父母配合 袁医生找到是适合療 尤其是以前的工具 没有那么多 靠体质水疗 看着他们一路一路改变 一路一路 一个暑假之后 体质完全完全改变 脱胎换骨 最明显是以前的父母 当然会说 小朋友去学游泳 生活技术 游完水上来 一定会打瓷 那怎样呢 好像剩下几天被剃 但又不想学会游泳 最终来做体质水疗 做了一段时间 这些事情永远再发生 那些小朋友现在都不会再来看我们 没有什么需要 因为他们可以健康快乐成长 所以新一代的新手父母 如果小朋友或你的宝宝出生 或者之后看到他们有什么小病 或者有什么问题 请你也可慎重一点 考虑一下他们采用的方法 帮他们做治疗 因为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 例如自然疗法和疗法 不太侵略性他们的身体 他们可以每一次的小病 每一次的病 将体质抵抗力增加 之后他们真的可以健康快乐成长 不需要担心他们的健康问题 正如在现代的教育里面 所谓赢在起跑线 你有健康的身体 其实你已经赢了其他人 可以长跑短跑什么都可以 没错 不需要每个月都要告几天假 也不需要追回功课 这已经是你赢了 谢谢袁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到的疗剂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